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冒了 又是咳嗽 又是流鼻涕 要求第二天睡在刘母的热炕上 刘庆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刘母一直和孙女睡在那张热炕 她觉得有点不妥 说晚上再给她加一床被子 但是龙执意要睡炕 不由分说的就拖鞋上炕了 刘母看她四十多岁 自己都六十多岁了 乡里边男女老少睡一张炕上 那也是经常的事就没有在意 不料半夜的时候龙志民爬到了她的身上 她也掀不下去 又不敢叫 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跟她素有矛盾 她怕被人听见 又怕惊醒孙女 只好无奈地忍辱从旨 第二天 这龙跟没事似的 走的时候还跟刘庆娃要没礼 哎 刘庆娃向母亲要钱 而刘母呢 只想赶紧把她打扶走 掏出五块钱 塞给刘庆娃还骂 你看你教的这都什么人 对刘庆娃的调查是在县公安局进行的 除了龙贩 强奸刘母的事 对龙在刘家的活动 刘庆娃的供述和刘母的讲述 没有太大的出入 由于寻找媳妇心切 当时她并没有把母亲不要再和这个人来往的告诫听进去 她不断跑到王建村询问提亲的情况 结果 在今年腊月间被龙留在那里干了几天的活 她干了两天 挖了门前的萝卜窖 挖窖之前 龙质民用石灰打了线 并且叮嘱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 刘庆娃当时还曾经想过 挖萝卜窖嘛 你这大点小点的有什么关系 你还打什么线呢 在挖窖的过程当中 还发生了一件事 她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的时候 碰到了一块大石头 把石头抠出来的时候 就不得不把灰线往东移了一顿 结果就挖出了一块骨头 刘庆娃看着这骨头像人的 她就喊 老龙 老龙 你这院里咋还埋着人呢 龙质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 脸刷就白了 但是很快地就遮掩了过去 她说 那可能是老坟吧 第二天 龙质民就把刘庆娃给打发回去了 刘庆娃最后说呀 想想真让人后怕 当时我要是多问几句 龙质民还能让我回去 刘庆娃的供死有着重要的价值 由此可以推断出 东大坑的33个死者 最早是在198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 但是基本可以排除刘庆娃的同案嫌疑 在工作期间 某村的几个民兵 在事先没有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 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把一名妇女 当作嫌疑犯押送到了县里 民兵们说呢 村里有人曾经看见龙质民 去过这个妇女家 这妇女叫金百灵 四十多岁 是个寡妇 龙质民去了他们家之后 这个女的身上就多了一件半新的 绣花粉红的确凉衬衣 金百灵啊 是面如土色 哭都不敢出声 满眼都是泪水 他说 他跟龙是去年二三月间 在南秦桥上遇上的 龙让金给他们家洗衣服 说他是收购旧衣服的 家里好多旧衣服要洗 当时金还有其他的事就没去他们家 后来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但是一个月之后 龙按金给他的地址找到了金家 这一回龙没有提洗衣服的事 却说是想给他寻个婆家 临走的时候还送了他一件 据说是收购来的衬衣 这以后他跟龙再也没见过面 金百灵后来的窘境证明 这个村的民兵的举动是轻率的 回村以后 民兵对村民说金没有事 龙想骗他 没骗成 而村民们却不这么想 既然龙贩去过他家 他也接受了龙送他的衣服 他不是个寡妇吗 于是金百灵就背上了龙贩香好的污名 遭到了村民们的白眼 连门都不敢出了 金百灵起不过 就到村干部家里闹 让给他平反 村干部还挺为难 说也没人给你定个啥罪嘛 有啥可平反的 金说那我咋遭嫩大的罪呢 他天天缠着村长 要求给他恢复名誉 闹得村长是叫苦不迭 比较幸运的 还有一位杜某某 是男性王县村人 在县里边化工厂上班 同是一个村的 锅边草龙质民也吃吗 龙质民这个人呢 特别的毒 和村里边人不太来往 大家都知道他 但是他不一定知道 村里所有的人 杜某某说呀 那天是个星期六 家里边烧信 让我回去除洋雨 我就回来了 骑着自行车 到王健的时候 天都黑下来了 王健呢 在半坡上 到村口的时候 我就推着车走 龙家东边 不是农基站的茅池吗 我就在那解了个手 这时候龙质民从屋里出来了 问我找谁 我懒得跟他说话 就说不找谁 他说 那你到我屋里歇歇再走吧 说着他就跳到路上 要替我推车 我心里就奇怪了 没搭理他 推车走了 第二天 我和兄弟去除洋雨 路过村口的时候 被龙质民看见了 他愣了一下 还说 我当是谁呢 是你呀 另外一个叫刘麦珍 女 31岁 王四村人 他坐在火灶边上 不时的用油腻的这个 因为他曾经去过龙质民家 并且拿回了几件衣服 现在呢 他落入了和金百灵同样的处境了 让人说他是搞破鞋 是龙质民的情妇 在调查人员和村干部的一再开导之下 他才开口说话 那是八年前的事 我娘家捎过话来 说梨子下树了 我娘家院呢 有几棵梨树 让我回去 帮我爹把梨拉到十号信箱卖 十号信箱的工人呢 钱多 能卖个好价 等我回到娘家 姓吉的爹呢 已经拉上梨先走了 我就在后边撵 一直撵到十号信箱 也没看见他 后来我才知道 我爹是在半路上 让造纸厂的人给叫走了 我就到城里去找 去城里的路上 我遇见了龙质民 他说你是不是找人 我想他咋知道我找人呢 是不是我爹问过这人 见没见过我呀 他能猜出来我是谁 我就说我找我爹呢 我就把事讲了一遍 他说他见过 梨刚拉到十号信箱 就让工人抢着买光了 我说我在路上 咋没见我爹 回来呢 龙质民说 说不定啊 你爹把车寄存到哪了 这阵子已经上城里 逛街去了 我心二十 信了他的话 心里也不着急了 我想回去 跟我身上 没装钱也没背膜 在城里找不着 我爹可咋办呢 再说了 我屋里边还有活呢 我就折头往回走 龙质民就一路跟着我 他问我家在哪儿 又问我日子咋样 我就说 量够吃了 就是钱紧 家里头全凭娃他爹 一到冬天到外边卖工 挣几个钱 他说他是收旧衣服的 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家洗衣服 走的时候啊 拿几件衣服就行了 我说你给钱行不行啊 他说给钱也行 洗一天三个元 我就想啊 在天上几毛钱 就能给儿子买一个 两根书包袋的洋书包了 他讲到这儿 调查人员插话问他 你晚上不回家 不怕家里急啊 他说 那不怕 马他爹想着我在娘家 我娘家想着我回去了 我到王健的时候啊 天差不多都黑了 我问他衣服呢 他说明天再洗 天黑了也没法去河边 过了一会儿 外边来了三个男人 龙说是给他干活的 我想 这人挺有钱呢 那咋不知道把屋子里边 石头石头啊 龙说你就先别洗衣服了 你先做饭 说到这儿 调查人员问他 洗衣服的时候 你看到衣服上有什么东西了吗 他说 灯案也看不出来啥 他屋里没电灯 用的油灯 我还奇怪呢 这人钱多的三四个人雇着 咋连电灯也不扯上 衣服啊 反正挺脏的 稠稠的是一盘黑水 那后来呢 后来我睡下了 怎么睡的 那三个男人上了楼 龙志民睡得炕 我在堂屋弄了个草铺 再没有了 没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走了 你把衣服都洗完了 没有 我怕家里边操心 这时候村干部说 买针 你要有啥说啥 这是个天大的案子 可不敢说虚话 要不然你是包庇罪犯呢 他就说 夜里他想欺负我 但是他没欺负成 半夜他爬过来 说再给我加五个元 我不依 我跟他撕扯 这撕扯呢 楼上人就喊了 老龙 你做啥呢 我们下来了 结果他就没欺负成 二天天一亮 我就跑了 临走的时候 我拿了几件衣服 我也不是涂他那几件衣服 我得给家里个交代 我就说衣服是工钱 至于龙志民 为什么要杀人 专家说 是谋财 获取劳动力 满足性需求 到后期 演化成为杀人成瘾 现年五十七岁的 商洛低歌李国学 难以忘记 那令万人空向的 体育场公判大会 龙志民夫妇 被宣判死刑的壮观场面 他搞不明白 这天杀的龙志民 到底为什么 要杀这么多人 实际上 这也是当初 让侦察机关 颇为费解的问题 龙持续杀人时间之久 绝非一个 有着正常心智的人 所能承受的 用四十八条生命 仅换得五百七十三块钱 让人难以理解呀 他能与日渐腐烂的尸体 共处一室 深夜 孤独的一个人 把一具一具尸体搬出来 然后有条不紊的 马牌的整整齐齐 当时啊 陕西省还没有设立 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 侦察机关 从西安医科大学 和西北政法学院 请来有关的专家 对龙志民进行了一次 精神病学的测试 经过了一天时间的 为氏成人智力表测量 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调查 专家们都认为 第一 龙犯没有任何的精神病症状 第二 他反应敏捷 回答问题清楚 在人类这个智商的平级当中啊 属于一个聪明人 专家还跟龙进行了一番有关案情的对话 专家问他 你为什么把受害者的衣服都剥了 他说 人都死了 还穿啥衣服啊 那为什么把衣服都洗了 洗干净了结实 穿起来没味儿 为什么把死者的头发都剪了 我听人说过 人死了 啥都化 就头发化不了 如果连头发一块埋了 将来你们能从头发里检查出来 他是谁 那你把头发留着 不等于留着罪证吗 我是想攒多点 卖钱 你为什么把尸体 码得那么整齐啊 不占地方啊 五百七十三块钱 四十八条人命 平均杀一个人才得十几块 这个账你就不算算呢 有钱的人咱叫不来 能叫来的身上都没啥钱 你个死人住在一幢房子里 你就不害怕吗 怕杀 死人也是人吗 你杀人就从来都没害怕过吗 哎 要说不害怕 那也是假的 有一回啊 我在楼上杀了一个 睡到后半夜 就听见屋里有响动 扑通扑通的 我就心想 这咋了 莫非有鬼 可共产党说了 世界上没鬼吗 我爬起来 把灯点上 端着没有灯 我手指哆嗦 你想 我咋办 我背诵毛主席语录 哎 我背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等我爬到楼上一看 你猜咋 原来这脚底下有块烂塑料布 那死鬼的血啊 从楼缝里边滴下来 砸在塑料布上砸出来的事 哎 我就拿个盆一接 让它流去 我又睡下了 医学专家认为 明显可见龙的杀人 是有他的目的的 第一 是谋取财物 第二 是获取劳力 第三 满足性要求 到了后期 演化为杀人成瘾 从杀戮当中 取得快感 关于杀人的原因 龙志民自己也有公述 在对龙贩的一次审讯当中 当审讯者一再地追问 龙贩573元之外 是否还要在别处 藏匿了赃款的时候 龙贩的回答是 不用再问了 就那573 我杀人不是图财 我为国家除害呢 为国家除害 啊 我有三不杀 龙说 我呀 一不杀科技人员 二不杀国家干部 三不杀职工工人 我只杀残废人 只杀愚昧无知 憨憨傻傻傻的 这话一出来 四座皆经 不论龙出此言 原因何在 但是调查结果表明 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 除少部分智力低下 和有某种残疾的人之外 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 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 是农家顶门利户的人 公安部研究人员 深入调查龙的家族 和成长史之后 拿出了一份犯罪研究报告 有助于我们了解 龙的杀人经历 在龙志民六岁 他的妹妹三岁的时候 丧母 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 他的父亲交惯放纵他 上地理干活的时候 也拿个篓子背着 但是龙在同学当中 年龄最大 个儿就最小 师生都有点看不起他 好多回还遭到学生的损弄 在文革期间 龙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 抄家批斗干部 倾泻了平日的怨气 但是好景不长 村里成立了阁委会的时候 龙差点被揪出来批斗 他的组织也随之瓦解 龙少年时代很好学 经常借着月光看书 但是由于历史环境 学无所用 受挫之后 有点意志消沉 自暴自弃 曾经自编了一首 充满自嘲的打油诗 为自己征婚 但是后来呢 因为他自身的条件 只能娶了一个残疾的女子 龙啊 心绪恶劣 处境孤独 在社会上 没有朋友 他签到王线之后 经常借口 这个病 那个病 不出功 出功也不出力 生产队规定 每个劳力 全年要完成最基本的四百个公分 龙却做不到一百个 有时呢 还给自己偷家公分 分配到名下的粮食 他懒得去杯 经常由队长派人送到家里边 王健的群众帮助移民梦盖新房 龙却钻在借住的屋里边装病 1982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龙靠混公分 吃大锅饭过不成了 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现在一致认为 龙志民最初啊 只是因为自己身体弱 老婆又是瘫子 两个人都没办法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 所以从外边请来一些人帮忙 但是龙家又非常的贫穷 不可能付得起故宫的钱 龙当时可能歹念突起 将这些帮工的人杀死 这样他就不用付钱了 谁知道杀了几个之后完全没有动静 公安局跟不知道一样 这就让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开始毫无忌惮地杀人 并且杀出了瘾 这个就属于标准的杀人狂的表现 就比如他杀死了很多人 一没得到钱 二不为劫色 三无冤无仇 完全就是为杀人而杀人 统计数据显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陕西省年军发生凶案405起 比解放出到七十年代猛增了 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1995年到2003年 年军杀人案件七百七十八起 比之前再增92.2 犯罪分子心狠手辣 动辄一次杀死杀伤多人 杀人碎尸还焚尸 作案动机多为报复 屠材和奸情 陕西省公安厅和地线刑事技术人员 反复对现场进行勘查 提取各种证物 一千零六件 对四十八具尸体 逐一进行了损伤检验 把他们的年龄 死因 性别 以及被害时间 做出了科学的鉴定 对被害者三百八十八件衣服 用警犬进行了气味鉴别 照印照片三千八百张 为辨认和查明死者身份 提供了证据 1985年8月30号 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 以故意杀人罪 将龙志民夫妇提起公诉 9月20号 商洛地区中级法院 判处二人急刑 二人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 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9月27号 龙岩二犯 被处决 据办案人员回忆 龙志民对所犯的罪行 毫无悔意 在法庭上得知被判处死刑 龙志民说 他想不通 法官问他 为什么想不通 你杀了那么多人呢 龙志民说 人家皇朝杀人八百万 都没判死刑 为啥要给我判死刑啊 之后 龙志民唯一的孩子 远嫁他乡 公判大会结束以后 法院贴出了判决布告 但是呢 一共只有三张 每张布告的前面 都有警察守卫 只许观看 不许抄击 更不许拍照 贴了半个小时之后啊 就被切下来了 一位商洛警方人士回忆说 这是因为上级有指示 已在尽可能的缩小影响 同时又要合乎程序 商洛当地 盐控龙志民特大杀人案的信息外泄 并且杜绝记者采访此案 纵然是在27年之后 有记者试图联系到商洛中院 调看卷宗档案材料 也被当即回绝 负责媒体联络的研究室负责人 坚称这个案件不能报道 陕西省公安厅 一些曾经参与破案的民警 也不愿意谈到这个案件 不过 饶使如此的严控 附近地区还是谈之色变 某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人们就说是龙的同伙干的 某县发生了拐骗案 人们也说是龙的同伙干的 一位居民回忆说呀 龙案发生之后 商县农民外出打工 无人接收 干部出差 没法吃饭住宿 仿佛这一夜之间 商县人都成了活颜王 正是由于信息极不透明的缘故 采访中 记者和当地居民交谈的时候 他们也为很多问题所困扰 比如 遇害者是不是远远多于48人 鉴于害怕国际影响太大 就没再往下挖 龙杀的是不是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 绝大多数是残疾人 龙杀人是不是为了给妻子消夜 让他残疾的双腿能够恢复正常 杀这么多人 有没有什么征兆等等 记者来到王建村的时候 见到发生血案的那幢土屋还在原处 这个跟商周汽车站相隔近五公里的村子 居住集中 通往西南各镇乡的公路 从村前经过 而龙志民家跟公路仅仅相距四五十米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子底下的地方 会发生四十八宗命案 却无人察觉 八十岁的村民于正满 曾经参与尸体的清理 他说 发现的尸体肯定是全部清理完了的 没有遗漏 龙志民夫妇被枪决几年之后 一个回村的老人 用三百块钱买下了这个房子 现在人都去世了 房子没人住 也没改造 龙志民夫妇 有个1979年出生的女儿 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在外婆家里边待大 村民张彩娥说 由于受到父母的影响 在学校啊 这孩子经常被同学们羞辱 龙的女儿没读成书 早就已经改名换姓 远嫁去了新疆 龙志民的案件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第一 公安部门的不作为 在特大杀人案之前 早就有预兆 如果提早发现 可能避免更大的上网 公安部的调查表明 对龙志民三年杀害这么多人 毫无察觉 是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失职 对短短三年内 多达四十八名失踪者 其中三十四人 直接去公安机关报告 家人失踪 公安部门都没有加以重视 江银山在寻找弟弟江三合的期间 两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都没见回音 之后呢 他又直接把信 写给了地委第一书记 白玉杰 一样没有下文 这之后 龙又杀害了两个人 如果商落地委 能够对江银山的第三封信 予以重视 并且及时地处理 是否能够使龙早几日暴露 从而使最后两位死者 幸免于难呢 在这之外 严书霞在其夫作案的三年当中 曾由旧父代彼 向有关部门 写过一份离婚诉状 诉状里除了指控龙对他的虐待 也透露出了一些龙犯的情况 但是这么重要的信件 有关部门没有予以重视 村民张彩娥说 在凶案暴露的前几天呢 严书霞已经是非常的害怕回家 他就住在附近村子的碾房里 由龙志民怎么叫 他就是不回去 不过这些照样没有引起谁的关心 更有甚者 在江银山他们扭送龙志民到公安局的时候 当地两个公安局都以不是管区为理由 相互推诿 都不收押龙 最终靠江银山联系了一个在县城做工作的亲戚帮忙 才勉强扮龙收押 这也许是直到今天 当地还封锁这个案件消息的根本原因 因为杀人狂杀人虽然不能预防 但让住在大陆边的龙志民连续杀了48个人 就是很异常的了 明显是有人独职 那有人独职不就得追究责任吗 显然没有看到有谁因为龙志民的案件被追究过责任 第二 为什么短时间里失踪了这么多人 在当地的民间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这个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 以及工作人员白思不解的疑问 龙范为什么能够轻易地诱来 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这么多的人 以龙范本人的情况 形象为左 衣冠不整 以龙的家境那是一贫如洗 污秽不堪 他怎么能够诱得来那么多比他强的人 甚至还有复原的军人 有村干部都上他们家来给他干活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看来 如果一个地方一下失踪了这么多人 民间他也会乱起来的 但是商落当地 似乎一直都是风平浪静 办案人员的结论是 主要还是民风冷漠 互不关心 加上当地人员流动比较大 这综合导致的 这与商周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 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 有一定的关系 商周是贫困的山区 交通不便 地利欠风 在古代 这个地方多作为折官之所 官员被贬到的地方 非常的贫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四人帮沿袭鼓励 就曾经把彭真同志 折贬到了这里 在民国时期 商境的状况诚如智书所言 军阀混战 政令不通 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人民生活尤为倾苦 农无存粮 形成农不赶食馒头 三餐只喝玉米糊糊 出现了卖价廉 而玉米贵的怪现象 如遇荒灾 中人之家落为贫户 贫困之家沦为乞丐 甚至盗匪 正像本地的谚语说的 睡在炕上看星星 端上饭碗照痒痒 半年糠菜半年凉 半年外出去逃荒 新中国成立之后 商洛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商洛的经济发展 仍然比较缓慢 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属于中央辅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 每逢灾年 青黄不接的时候和东贤的时候 不少的农民呢 就出走他乡 老幼乞讨 青壮年卖工 女人呢 投倾靠友 或给人当临时的媳妇 一去不返的 也是大有人在 那边生活好吗 1975年呢 洛南县的一个县委书记 曾经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 一次就拦回了18车的外流人口 18车呀 然而 这个数字又紧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呢 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 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果腹了 但呢 也仅仅只是食可果腹而已 龙岸审理完结之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上考察 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觉得不可理喻 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者家属理解了 这里好多人家的家境比龙贩家也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 在此呢 请读者注意到前文提过的数字比例 案发前到商洛县公安部门报失的有37人 案发之后才增报60多人 可见 这60多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 抱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 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周人 却对家庭成员出走不归 如此想得开 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啊 一位当地的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吗 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 他们不向江浙和四川的农民 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 而基本上呢 都是在本地区以内流动 能在山外揽个长活 就像江三河这样的人呢 那就算是有本事的了 这儿的人呢 从事手工业的很少 都是出卖体力 出门干活三五天的有 日出出气 日落回来的有 只图挣个小钱 能够补贴家用 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找雇主 甚至在赶集或者外出办事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在寻找着灵活 当人们都在寻找活的时候 这活它能有多少啊 大家都当雇工 雇主又有几位呢 这一切给龙贩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 当龙贩叫这些人去做活的时候 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 还能做何感想呢 伤落杀人狂魔 全文完